第二台印度变异株入侵屏东 方辽乡确诊73岁果农在做疫调时 疑似足迹没交代清楚 有当地的民众主动前往裁剪 在受访时表示果农曾到他家碾香 屏东县政府疫调人员求证方辽果农 果农却说他只是站在马路对面 双手何时拜拜没有进去 与桑家的说法有出入 县长潘孟安在记者会上回应此事 强调若疫调不实将依法开罚 我们接到是确诊之后开始进行疫调 然后从他的流程 而这个农民没有行动电话 只能靠着他的口述 没有办法行动电话定位 所以这当中只靠着他的口述 我们详细记载 那么同时我们也会调 是否有去碾香与否 也会调临近的这个相关的监控系统 如果属时卫生局会贬离 这个相关的法规来去做处置 潘孟安表示果农是否有去碾香 会调约周边相关监控系统查证 若果农故意隐匿足迹 有规避或妨碍调查情势 将依法开罚 最高可处30万元罚还 也呼吁所有确诊者 接受疫调时诚实以对 才能准确地找出 与个案有接触的关系人 争取防疫的黄金时间 贫图新闻 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导 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导